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颜 大哥 吃饭吧 我说炒菜呢 姐夫 吃饭啦 你也不干老啊 小芳给你妈请的这个帮我太好了 全医院的人都在抢了 你妈真有福啊 我妈就是有福 怎么样啊 发表意见 好啊 太好了 你别老盯着保姆坑 你们两位也过来一道吃吧 一起来吃吧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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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厨房吃就行了 你们吃吧 吃吧 吃吧 你看这桌菜做得多好 这是南方的 这是狮子头 你别看它那么硬啊 这个吃起来我跟你讲 可是很糯的 你看它不好看 吃嘴里味道是 就这样 好的 嗯 好像不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这 行吗 你们吃的好不就行了 来 盛盛看 怎么都进来了 进来看吧 出去出去 许你进就不许我进 一会儿老人该怀疑了 不是 不是 不 汪总 这不合适 这 这 这 我 我 我 您 您这不是抽我嘴巴吗 快出去 我去把他们赶紧走 这 快出去 快走 快走吧 盐叔 好 您不再坐会儿吧 不坐了 不坐了 明天一定来 我肯定来 我天天来 只要你别烦我 我们哪能烦呢 我们是啊 慢走 慢走 姐夫 那我也走了 小方 要不然待会儿 不了 我也走了 那我们就一起走了 好 好 大熊 礼拜六来 咱俩喝点 没问题 一定喝 姐夫 再见 再见 走了 姐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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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 我们也就撤了 你们也撤了 你撤哪儿去 嘘 我送她回家 你送她回去 那汪总 你妈妈呢 我姥姥非要留她在这儿住 我们也没办法 住这 哪 哪怎么行 不是 那不 您叔叔再见 我妈呀就麻烦您照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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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儿看看电视吧 大妈 我晚上好了 书房也收拾完了 您看还有什么事 我这茶锅兑点热水 来来来 我来 我来 帮你 �兜 很好 你自己叫她打嘴 来 给我吧 来 妈您喝 那我修个苹果 你也吃一个吧 我不吃 我吃苹果和样酸醋 女朋友上早 house 不要忘记的 回头 个儿 prospects 晚上让我祝你家吧 其实我完成了 可以走了 你干嘛呢 因为胃有点烫 我倒杯热水 严小蕾同学 你到底想要干嘛 我知道你喜欢德顺进尺 我数三项 立刻走 一 你看你妈都住我家了 咱们眼看着就一家人了 停 谁跟你一家人 我妈住你家 是为了签就你姥姥 你走不走 那我们俩呢 我们俩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那咱俩明天就去登记吧 老婆 我们这等早晚的事 不如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你就是为了 想跟我向船 你才帮我叫老婆的来 帽子帽子 走 拿点就老婆上 来吧 你 你干什么呢你这事 我这 她老婆睡了 睡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给你说 这不大合适吗 这咱上过去 有什么不大合适的 你这人你想什么呢 这是你家 我一个女的都怕你怕什么呀 整天叽叽叽叽想什么呢 那你说你说 小蕾不是送卉回去了吗 怎么到现在也没回来呀 是 应该早就回来了 我给她打个电话 她不接电话呀 来 小蕾 蕾蕾 是我 哦 妈 小蕾是不是在咱们家呢 没有啊 她早就走了 走了 我可提醒你啊 你们俩现在仅仅是男女朋友 妈 她真的走了 她还没回家吗 没有啊 你没骗妈妈吧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那好 晚安 蕾蕾怎么说啊 她说小蕾早就走了 那应该回到家了 你说你跟一女孩喝成这样 优不优笨呢 不丢 不丢 没见过女孩是怎么的 她说了 谁要把她喝倒了 她就跟谁走 哪个 陪你啊 哪个 是不是会会骗你 他们俩会不会的 什么会会 你又想哪儿去了 我发现你这脑子一天不知道想什么呢 不是 那小蕾她她她她怎么不回电话 我哪知道 你问小蕾 你给小蕾打电话呀 你看 她还是不接呀 你 你再给蕾蕾打一电话 问她几点出来的 小蕾骑着摩托车我不放心 小蕾 严小蕾 小蕾 看见小蕾了吗 她不在这儿 她去哪儿了 她刚才好像和大蕾去酒吧了 谢谢啊 怎么也不接电话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就说他们俩是不是 看什么看准事 什么准事 你要是不相信 你干脆我们上我们家找我们家钥匙 那你给跟我一道去啊 我不跟你去 我明天要上班呢 那你要这么 那算了还是明天早上再说吧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我现在送你回家啊 不行 我说了你喝一会儿了 我就跟你走 我呀 从来不称人之威 你站好 你告诉我你家住哪儿 等你哪天清醒了我们再联系 你不想 你不想 我喜欢你 你不想 你好 请问你认识几主吗 是这样 她现在喝多了 然后我想知道她家住在哪儿 我给她送回去 美大街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行行行 我一会儿不知道 我再给你打打电话好吧 你别要来 你别要来 你坏言要来 你是不是一个坏言大方的 你记得我了你 你记得我了 你骗我 你骗我 你让你骗我 你让我骗我 你让我骗我 让你骗我 让你骗我 你骗我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没事 你喝酒了 我喝了点 我跟你说个多少回 骑着摩托车不能喝酒 我没事啊 我有事吗 你没事 这多危险啊 我什么不行 我喝酒还行 这继承了你的优良传统 你就不能继承点好啊你们 行了 快睡觉吧 我知道我知道 我 哎呀 你不惯了 我 你没事啊 当生小坏的事 你喝酒 妈咋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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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你求婚 混蛋 我要娶王辉辉当老婆 是 求你同意 我没罪我认真的 我知道啊 王总 行你先睡觉啊 我先睡觉啊 我先睡觉啊 真的说 妈 你让我说什么呢 姥姥 我回来了 屁事 你真的半夜都不会掉了 哎 我睡觉了 妈 没事 您睡您的吧 小蕾回来了 她喝了点酒 哎呀 她又喝酒了 你说这怎么办 你对着喝呀 比着喝呀 哎呀 妈 没事啊 您睡吧 您睡吧 啊 大妈 您还不睡呀 我哪儿睡得着啊 你说这意儿呀 比着折腾 就值得喝酒 都这个岁数了 也不像成家的事 您是担心什么呀 担心的事多了 你说这个家 你多乱 多不让人省心 要我说啊 您就别吵那么多心了 这俗话说好人有好棒 这爷儿俩都是那么优秀的两个男人 那女人也不都是傻子 我相信呀 外面肯定有不少人在追他们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人家不愿意跟捏叨叨这些事呗 那男人就喜欢当事情有了结果的时候 再说出来 真的 我今天听小蕾说 要娶谁当媳妇来着 我怎么不知道呢 这说明什么 说明肯定是有女朋友啦 你就放心吧 说不过你 也不让我省心 他一定有了男朋友了 你这是知道 你说这俩人还没结婚呢 就打呀打呀他 小蕾的性格我也知道 也就打凶能想得住他 事儿 打也不要钱 不也没打算吗 你看他们俩是不是打一次感情深一次 打一次感情深一次 那要按你这么说 要打出人命了 那就最深的 你 你 妈妈你太幽默了 妈妈 还是 我吵着我一下 你真会给人解心困 大妈 我就愿意跟您聊天 您太聪明也太智慧了 你不嫌恨我吗 你不嫌恨我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嫌恨你呢 大妈 咱不聊了 明天再聊 啊 来 给她打你身枪 你呢 你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你可真大方啊 点点 你送点吃吧 给我找个杯子 我喝口水 好 老张啊 你不能老是这样啊 你给朕做起来 你看看这乱七八糟的 这像过日子 老颜 有什么事 你就说吧 这些你都甭管了 这是你喝酒的杯子吧 我说什么呀 你让我说什么呀 老张 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太消极了 老伴走了 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 我还有什么奔斗啊 我媳妇走了 我家都没了 现在单位 我肯定是回不去了 老爷 我从毕业就在那工作 那也是我的家呀 太多了 我现在真怨我自己呀 我昏了头了 冷静 冷静 就被这么点嫌 我这处满了二人 冷静 冷静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咱们二人的老同事 没有一个怨你 真的 你今天单岗单位 戏里有什么事要宣布吗 是 我代表老二院 代表咱们设计公司宣布 明天你上班 你先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把衣服洗一洗 老爷 老师 你好 我问一下那个汪老师在哪个房东西 哪个汪老师 汪混混 他在小学铺 就那一间 谢谢 汪老师 来 来 来 小心 出来跟你说个事 干嘛你 领程错过来了 赔礼道歉 对不起 请你聊两个行吗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你做的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 我做什么事了 你说你做什么事了 有多大的事不就是跟着女孩喝酒吗 那女孩我跟你说是普通朋友 你怎么不信我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行了行了 你别闹了 我都来了 你在学校里影响多不好 你这影响好不好 怎么找我来 过去了 过去了 告诉你现在我心里是一个哥的 你明白吗 我现在不想听 我也不想看 行了行了 别弄我真叫了 你叫 大点说叫 汪老师我错了 小蕾你疯了吧 我不这样做 你能出来吗 行了行了 别闹了 你有完没完 你知道你做错什么了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已经都发生了 你要我怎么办 那你删吧 那我给你跪下 怪 告诉你啊 就在这儿怪 别别别我都看不见 我要警告你 不要再打舌交 别再叫了 你至于吗 虽然各个项目组都承包了 都独立核算了 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公司的人 今后这个审途会还是要开下去 这样才能做到互帮互助 我们争取不让一个项目组 一个人掉队 好了 散会 大家再坐一坐 我再说两句 刚才王总说呀 不让一个项目组 一个人掉队 我挺受感动的 这话说得太好了 既要注重经济效益 也要注重 共同发展 这样才有人情味啊 严总 你要说什么呀 我 我今天中午抽空 看了一眼老张 老张怎么样 生活挺困难的 见着我 流眼泪了 是啊 老张出院以后 咱们公司也没人去看过呢 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 今天他跟我说 老伴走了 咱们公司 他也回不来了 简直就像一个 没家的孩子 我是想 咱们公司 能不能就让老张回来吗 不是忧心 不能让他回来 大全是是不是 上星下星 若不严惩这种人 将来以后 咱们公司里头 还会出现个吃里啪歪的人 大家不要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 咱们听老爷把话说完 好吗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是不是还接收老张回来吧 毕竟他是个老同志 而且当初他做出这些事情来是有原因的 王总 您看 能不能让他回来 我们还是要报一下局理 好了 散会 九四年院里那工程多苦啊 各个课室推来推去没人接啊 老张 门头接了去 在工地一住就是七天七夜 一边改设计方案 一边施工啊 一身苦老张都没叫过呀 每次布置下去的设计任务 老张那科室都是最先完成啊 汪总 老张跟小徐真的是不一样 老张他确实是有难处啊 说完了吗 反正我想不通 这质改完了 人情也改完了 连这么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技术人员 设计院就容不下吗 这跟改制没关系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最恨他的应该是你 我不恨他 我可怜他 不 我理解他 我真的了解老张啊 这是局里刚刚批起来的 留院查看 记打过处分 不是说局里要开除他吗 那这 你以为就你一个好人吗 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去争取的吧 你是好人 赶紧给老张打个电话 我替老张 谢谢你 公就不要屈了 以后你把药挺直了 比什么都紧 那我去打电话了 你 有什么 可能 应该 那 我 有什么 那 就是 有什么 你 tiene 张工 赶您 谢谢啊 老爷 算了吧 我还是回家吧 老张 咱们都说好了 都到这儿了 进去 进去 走走走 老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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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份帮我拿个超级 大家坐 老张 坐 坐 进去 开会了 忘了走 走吧 到点了 快走 开会 走 我被正当会会的同意 就给拿出来了 本来是想 这么重 本来想等你们结婚的时候 再给你看看 其实当上学六年 三好学生的证书 还有上中学的时候 联系六年的优秀学生 各种读 各种比赛的证书 我一张都没得过 这里面还有她想说画的画 从小学到中学都给她聊着呢 我看她 我看她 她这怎么画的差不多呀 全部都是一个女孩 望着窗外 小的时候我问她 她还不告诉我 她大了以后 有一次聊天的跟我讲 她说 从她爸爸走了以后 我工作一直特别忙 她每天回到家里 都是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写作业 她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家 渴望有人 能向她招手 渴望妈妈爸爸能穿过这道门 走到她的身边 她表面挺独立 实际上挺依赖的 她胆子很小 都上中学了 睡觉的时候 还拉着我的手 为什么 她感到绝对有安全感吧 小蕾 如果你们俩组织了家庭 一定要保护好她 一定要保护好她 方老师 还能去呢 至于吗 我们得跟朋友喝个酒吗 你这样 你上车我带你去见个人 你见了她也就知道你在误会我了 真的 相信我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老婆 汪卉卉 你好 我叫曹燕燕 你好 对不起 我让你们误会了 那天是我喝多了 她把我送回去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我挺喜欢她的 所以我跟她表白了 不过她拒绝了我 她说她有女朋友 现在天底下那么诚实的男人 去上哪找呀 我祝你们幸福 我祝你们幸福 穿过幼暗的岁月 好男人 那我先走了 慢走 是 在花卷墙下的你 太阳了吧 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子的 想过幼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疤疤 哥们儿 等会儿咱们再唱行吗 因为我跟大家宣布点事 拜托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抱歉打扰大家时间了 别耽误大家娱乐 因为此时此刻 是在我的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刻 昨天晚上 我跟我女朋友的妈妈 聊了很多 她跟我说我女朋友 在上初中的时候 都要每天晚上牵着她的手 才能睡着 因为她害怕了 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 大家为我做一个见证 如果你愿意 我会牵着你的手 让你踏踏实实地睡一辈子 因为我们都需要你的家 嫁给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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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一日 白天也不在家待着 这不是时间和公企感的紧吗 关键是那原设计方案 严总认为有不完善的地方 还在做补充和修改 你怎么知道 严大哥跟我说的 那几件医生用洗衣机洗就行了 洗衣机洗又起毛了 另外它也变形不好看了 那你多累啊 咱俩这么聊着天我就洗完了 不累 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好 开饭 大妈 您还真够前卫的 有的老年人不喜欢吃这个 小蕾给我买过 来 吃西餐的 你说你这个帮我 你还会做西餐 吃西餐应该配上红酒 我们家没有红酒 我带来的 大妈 我敬您一杯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祝您健康 大妈 您心眼真好 其实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这刀子嘴一辈子了改不了 不用改了 挺好的 多痛快啊 来 你在这儿啊 我倒是找不着你了 这大礼拜天你不在家歇着 上这儿干什么呀 我上这儿来有一件重要的事 要向你汇报一下 你没憋着什么好事 错 这回可是大好事 你说 你看着我 我跟你说话呢 我听着呢 你说 你儿子这一辈子可就这么一次啊 我向他求婚了 真的 真的 高兴吗 高兴啊 在哪儿啊 在一个酒吧里 我当了全场的人 向他求婚了 还给他送了戒指 全场人起来过 不知道 哪场人 儿子 她知道吗 卉卉肯定会跟她说 但现在我找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结婚了 听你的呀 是 而且我姥姥现在以为卉卉是保姆 如果我们结婚了 卉卉不就露馅了 我也会露馅了 汪总也会露馅了 这事儿还真得从长计议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 不过我真为你高兴 应该祝贺你 其实 真是爸爸连累了你 我应该向你道歉 行了行了行了 你怕你煽情了 你这个 改图呢 我帮你改两灯子 都改完了 我这儿沈涂呢 我帮你改两灯子 就这样 他一边拉拔着他那大儿子 还养着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太 你小方 还经常过来添乱 你说这都多少年了 他一个人挑着这个家 多不容易 孩子 你说保天下有几个像他这样 她 媳妇没了 还要养着这个没用的老丈母娘 你说得对 反省不说 可是她太累了 她是累心 你怎么知道 我姑娘说的 我姑娘说的 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我姑娘说 妈呀 你一定帮着老爷再找一个 找一个 明白人 能让她放松 能听她发牢骚的人 这样 她的心才不累 你看她那屋 我姑娘在的时候 就是那样 她一二冻醒也不让动 她还睡在床上 睡有什么用 她还在 她人没了 你把管线部分重新捋一捋 大爷 再过两年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咱们怎么过 什么怎么过 咱公司从来就没过过三八妇女节 那不行 咱们现在的总经理是女的 你就当拍哪屁你还得拍 小爷话操理不操 其实也不光是中午忘组 咱们大会好几个女同事呢 那就过吧 当然得过了 对 可是如果是大张旗鼓的吧 我就怕王总批评我 不着浪费 你说一点动静没有吧 那还过得什么劲呢 你说我这个角色可真难当 得跟什么结合在一起办 不能光搞三八妇女节 对对对 要对咱们公司有意义才行 好好好 老爷你就是不烦 我还就担心 你说弄好咱爹 别人又得说我只会跟领导六许拍马 笑什么笑 说点正经 拿了主意 岁月如梭 又来了 别弄这套 说正经的 这活动一定要对过去的岁月有所怀念 对未来有所展望 还要体现出汪总来咱们二院之后 咱们公司的崭新面目 好 对对对对 就是吧就是 好 努力